台军发出服软信号 赖青的为何改变 又是哪句话典型了他 先说是 汉光军演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台军每年都要搞的大动作 是台军各种演习中 封词最高 参演兵力最多 规模最大 最抗性也最强的 三军联合攻防作战系列演习 马上7月就快到了 今年的汉光40号军演 到时候也要登场了 以往汉光军演的演练科目 通常都会把演练部队 分成红军攻击方和蓝军防守方 让两方进行对抗演练 比如去年汉光39号军演中 代表攻击方的红军陆战部队 就乘坐着空军的黑鹰直升机 在桃园国际机场登陆 模拟机场被敌方空中机动部队占领 台军的这类军演说白了防的就是大陆 所谓的攻击方模拟的也是解放军 台军每年都要搞这么一次 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有台媒消息称 今年汉光军演将要有大变化 台军准备取消红军演练项目 抢摊作战夺取机场等 这些演练项目都不会有红军加入 双方对抗没了 受此影响 连云 连星等连子号操演也要取消 消息爆出之后 18号 台所谓的防长顾立雄 也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没有攻击方 台军的演习效果势必要大打折扣 尤其是岛内地小人多 场地不够 台军中等规模以上的对抗演习 本来就不多 这次汉光军演再不进行对抗演练 那很有可能今年就没有这里演习了 台军的这个举动在解放军当前与台海越发活跃的背景下 似乎是发出了服软的信号 外界也纷纷质疑台当局这么做的原因 那么台当局究竟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 赖清德被大陆的一句话给点醒了 前几天中国金融时报爆出 中方曾经在和亭德莱恩会晤时 发出了一个警告 美国正在试图诱骗中国 武力攻击台湾地区 说白了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台措施 就是想把中国卷入到军事冲突当中 这是一个陷阱 对于这个说法 美国当然是极力否认 说从来没有改变一中政策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不管金融时报爆出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 可陈述的情况却是事实 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利用台海问题打压遏制中国 近年来更是得寸进尺 越法不择手段了 所以这个消息就像当头棒鹤 让台当局瞬间清醒了 台当局想要的是维持现状 因为他们知道大陆绝不会允许台岛分裂出去 而现在被这么一点波 他们意识到了 美国竟然想让自己现在就当炮灰 这当然不行 因此他们自然要想办法降低两岸目前军事对峙的紧张气氛 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 正所谓台岛权衡改旧篇 汉光无红必也封烟 尊徒本性终未变 服软信号只当前 好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